欢迎收看这一期新闻,我是徐晋日 中大副校长吴树培遭即时解雇 校董会不透露具体理由 只是强调吴树培未能保持中立 令校董会失去信心 李荣中报导 中大校董会改造之后的首次会议 就大比数通过解雇副校长吴树培 大学校董会对他能够或者愿意 以符合良好管治原则的方式 他继续支持校董会的工作 已经失去信心 为了维护校董会和大学能有效的运作 校董会今天通过决议 根据吴先生的聚用合约条款 以现今代替通知期 终止他与中文大学的雇佣关系 立即生效 吴树培也有参与校董会会议 他担任副校长六年 也兼任校董会的秘书 早前三个议员校董在立法会提出私人草案 改革中大校董会 吴树培有参与联署反对 被指违反中立需要停止参与校内的改组工作 又被指架空校董会主席 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 不方便透露解雇吴树培的具体理由 只是重申他令到校董会有疑慮 他能不能够坚持他自己一个中立的原则 大家都知道 譬如做公务员为例 要政治上都要中立 我做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 尤其是支持校董会的一位重要人士 秘书长他的原则一定要中立 这两个行为只是很多行为的其中两个 被问到会不会弹劾校长段崇志 查超说校董会的议程属于机密 不能透露 有线新闻李永中报道 推动中大改组的三个议员校董 表明支持解雇吴树培 张月仁说校董会经长时间讨论 基于保密原生 不会披露细节 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宽松的做法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 一个机构的管治架构的秘书长 是屡次与那个机构 甚至那个机构主席对着干呢 这个是秘书长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 是违反任何行事规则 而这些的违反 其实也是在伤害机构本身 也是阻碍机构本身继续发展 少有好从来未发生过都好 那中文大学 我们为了中文大学 要向前行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企业管治能力 我们要提升整个学校的教育学 和我们的管治 我们只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 就不会顾求 是小有啊 是事事有啊 还是什么啊 有议员失意 中大校董会解雇吾树培 理由空洞 要求向公众详细交代 今天校董会是没有详细解释 辞退一位这么高层的员工的理由 和有关的程序 我觉得 被人觉得也是理由 是空洞 和程序陷活 我们在这里呼吁 中大有关人士 在现在这么高度敏感的时候 可以能够详细解释 那个理由 和相关的程序 适宜那些人对中大今天改革之后 带来一种的隐忧 或者一些的担心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 更新公务员首则咨询稿 没有删除政治中立字眼 但定明必须以效忠 国家和香港特区做前提 咨询稿提到 公务员必须对在任行政掌官 以及政府完全忠诚 不可以用公务员身份 批评政府政策 包括在网上及社交媒体等等 也不可以参加阻碍政府施政的活动 又提到 过去有人曲解政治中立的含义 公务员必须有所辨识和警惕 不论本身的政治信仰是怎样 履行公职 不得受本身的政治联系 或政治信念所影响 亦不得以公职身份 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音说 情况严重可能会影响升职 或提早退休 基本信念和操守准则 其实绝大部分的公务员 我们现在都看到 他们是可以遵守到 而且守得很好 我们定出来的这些行为准则 我们并不是因为 见到公务员有不妥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写了这些出来 只不过我们写这些出来 是觉得现在这十二个 基本的信念和操守准则 是因应我们现在社会的需要 和市民对公务员的期望 是最适切的 如果他的工作态度是不好 有违反这个守则 就必然是表现到 在他的工作的表现上 亦都会影响到 他的工作平衡 他的升迁 甚至严重的 是会让我们着令退休的 三条过海隧道 星期日清晨5点起 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新收费只是适用于 私家车和电单车 星期一至六分非繁忙时段 一般时段以及繁忙时段收费 繁忙时段最贵 西瑞收60元 红瑞东瑞收40元 一般时段统一收30元 非繁忙时段统一收20元 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 只是分两个时段 三岁统一收20或25元 不同时段之间有过度收费 每两分钟加或减2元 运输署是出行易应用程式 增设实时及预测隧道费功能 以及在易通行收费点附近加设显示屏 只是显示收费 不会显示时间 厨方解释是避免司机见到时间 为了省钱而刻意改变车速 如果显示一个时间的话 其实也很有可能 是有个倒数效应 就令到那个司机 会不会他有他一个考虑 他想抓快点或者抓慢点 是希望下一分钟 或者只是前一分钟 他可以少多2元或者多2元 这个对于交通安全 我们是最首要的考虑 我们就不鼓励这样做 占沙咀中标行劫案 警方拘捕两个男人 闭路电视影到 一个穿白衣男人打开店铺大门入内 责人冲入店铺后 白衣男人随即离开 据了解他是其中一个被捕人 当时假扮顾客入标行 案发在昨天下午 四个蒙面匪徒 闯入嘉年威老道一间中标行 用铁锤打烂色柜 劫去大批名标 拘捕其中一只价值400万 标行点算损失总值4千万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协议 同意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 是首次明文提及终结化石燃料时代 近200个国家代表加时开会后通过协议 大会主席亚尔·贾富尔形容具历史意义 提供所实在的计划 令全球升温限制在涉事1.5度内的目标 变成可实现 在最受争议的化石燃料问题上 协议没有用涂胎字眼 但建议各国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 争取2050年达至正零排放目标 亚尔·贾富尔说 最重要是用实际行动落实协议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说 会和中国更新长远气候策略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越南国事访问 期间会见多个越南领导人 并占养已故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 胡志明领目 何心言报道 习近平国事访问越南第二日 同多名越南领导人会晤 他同越南国家主席保民上 举行会谈事说 今次是第三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亦都是他今年对外访问的收官之旅 表明中越关系 在中国外交布局的特殊地位 重申中越 攜手开辟了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中方都愿意跟越南深化战略沟通 习近平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 同国会主席王亭慧提到中越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时间六年再到访越南 看到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强调中方会坚定支持越南 守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加强政策协调 大行普遍视为正面信号 但就认为没有提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方案 王健春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是北京召开 高成认为会议主要的正面信息 包括在宏观经济、行政和监管上 加强政策协调 逐步增加财政政策支持 估计当局会继续放松政策 希望达到大约5%的经济增长目标 有分析也认为中央为了达到温和通胀 货币政策上都会轻微放宽 今次其实你看到它是加上一个通胀目标 现在通胀目标大家知道 全世界正在按通胀 中国其实有点通缩 要扶它 所以如果你说要见回一点温和通胀 其实货币政策是倾向 找中真的会放多点水 我想现在最大的令人有点失望的地方 就是房市方面 虽然会化解风险 但是没有太过积极的方法出来 摩根大通认为会议内容没有惊喜 在楼市方面的措施 只是再一次总结 之前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取态 至于刺激消费方面 根据会议的声明 相信都会支持智能家电 文化旅游和新能源汽车等 汇丰研究就认为 中央希望加强民营企业的信心 会议上提到 等到民企可以和国企公平竞争 相信在反垄断的法律上 将会打破地方保护 和国企相关的不公平竞争 有线新闻黄建章报导 联署局公布议息结果前 港股回吐过百点 成交缩减至七百多亿 是一个月以来最少 黄策因报导 市场观望联署局议息结果 加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未有带来惊喜 中港股市齐齐回吐 行指在16100至16300点上落 最多跌200多点 收报16228点跌145点 成交缩减至754亿 是一个月以来最少 上证指数重返3000点以下 A股三大主要指数 都以全日最低位收市 北向资金淨流出96亿 规模是两个星期以来最大 如果美国经济很关闻 你什么事 即是不会说很大的受惠 利率higher for longer 港股肯定是负面 如果第三样看联储屋 减息的那个 现在市场估计最快 都可能是明年5月至6月 每个月不断下跌 去到明年5月6月都不知道 港股是 会不会下跌去去年10月的低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 要积极化解房地产风险 不过未能够安抚市场 内房股集体回套 工作会议提及行业升级 但相关板块也未能够受惠 新能源车股下挫 比亚迪5年跌 建8个月低位 个别医药股股压沉重 药师帮初步禁售其介满 就算大股东承诺延长禁售 亦都难阻股价急插超过四成 而科制药业三款药 被美国药监局暂停临床试验 股价大跌三成 有线新闻网昌报道 香港总商会指望明年本港经济增长2.9% 预期明年零售销售有5.2%增长 原低过今年的15.3% 但出口可望由跌转升 商会说疫情过去社会伏偿 虽然有助带动经济增长 但受到外围因素影响 本港复苏步伐比预期慢 加上全球需求疲弱利率高企 短期将压抑企业投资动力 以及影响消费气氛 海洋公园业职转规为盈 在2022至23年间 录得1亿1千万盈余 海洋公园和水上乐园的 总入场人次达240万 按年升超过四成半 其中门票及商品收入分别上升五成七 以及五成半 餐饮收入升近四成 人均消费比去年同期增加6% 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五成半 由5亿4千万增至8亿3千万 公司的银行结余同时有现金 增至16亿8千万 较去年同期多2成8 其他消息 民航处同机管局举行仪式 欢迎两架国家研製的飞机 C919以及ARJ21 两架飞机昨日下午抵港之后 停泊在机场停机坪 行政长官尼家超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 民航处处长廖志勇 和机管局主席蘇澤光等出席 展示国家在工业制造领域上 实现了新突破 昨日由上海飞来香港的C919航班 其中一位飞行员 就是从香港民航处派往参加 C919评审工作的飞行专家 亦都是首批C919的飞行员之一 令我们都深感自豪 港帖说有人假冒公司名义 寄出免费全年车票 已经报警 网上流传有人收到 清清由港帖寄出的免费全年车票 要求收件人掃描二维码啟动 港帖说近日没有送出或发出 免费全年车票或要求掃二维码 已经报警 提醒公众小心保管个人资料 怀疑受骗要尽快报警 访问美国的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再次到访 说美国会持续站在乌克兰一边 拜登再次促请国会两院 通过乌克兰的600亿美元均援捕款 如果不是 就等同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拱手送上圣诞礼物 两个人会谈之后见记者 拜登说普京很期待 在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拨款 不可以给他得选 不可以给他得选 扎连斯基被问到此行 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答复 他说得到正面的讯号 重申乌克兰急切需要这筆拨款 以增强防空能力 在黑海击退俄军 认为哪个控制空域 就可以控制战事 他特别提到美军的 外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说俄军武器比不上 形容有乌克兰守住 欧洲才免受俄罗斯侵略 扎连斯基较早前在国会山庄 见参众两院议员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 扎连斯基表明需要尽快获得援助 如果乌克兰打败仗 会波及美国 有民主党参议员透露 如果国会推迟邮会 参议院就有望在圣诞前 就乌克兰撥款议案达成协议 不过有不少共和党声音 反对继续撥款 有线新闻龙曉山报导 好